这次成功了啊 上一次我用这个电烙铁开350度 然后呢 烫锡 它不粘锡 下面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温度太低了 所以说这次听大家劝了 咱们先把上面这个刮掉 刮掉之后呢 这次看最高温度450度 咱们来试一下 我这只是测试一下 把这个焊油放到一个小盒子里头 这样蘸一下的话 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你看我这是针管里边直接挤出来的嘛 插进去两到三秒吧 看这次就正常了 这次拿出来给没焊一样 一点都不粘 再拿出一个不放焊油的 看一下啊 不放焊油进去 你看这个效果就不好 上一次是放了焊油 但是温度低 它也不行 把它剩下来都烫一下吧 这次直接上手了 让它更均匀一点 看 这就比较完美了 大量的话 一般都是用那种液体的 盐酸加新款那个猪焊剂 那个更方便 也不能用这个锡锅啊 这个是少量的 玩玩型 我主要是想测试一下这款便携式电烙铁啊 用这个锡锅行不行 我比较喜欢这款电烙铁啊 你看我视频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要么用它装大马蹄头 要么用产型头 对它是一顿狂虐啊 不过人家都承受住了 看这个 里边是软的 这是没有放猪焊剂的 没有放焊油 是这样的 咱们再看一下人家放过焊油的 你看 这都是硬的 这个我使用有十几分钟吧 你看这个铝合金手柄 它是有温度的啊 它不可能没有温度 但是不烫手 这次比较成功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